灯泡捡垃圾之旅 捡到宝的哥哥 哇 这么一大袋 从网上订了三块钱垃圾 不对 简直是如果我们不订 它就会变成垃圾 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个APP 订了家附近的一家超市 三块钱 都有啥会 不知道 它是一种芒包 三块钱它随机给 是蔬菜还是水果 不知道 就是蔬菜 水果 肉类 零食 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去看看 那还挺期待的 我们带了好大的一个袋子 也不知道它会给我们多少 你想太多了吧 哥哥 三块钱你拿这么大个袋子 它这个APP在我们这简称穷人乐 它有超市 鱼店 肉店 面包店 水果店 鲜花店都有 它会随机给不少东西 但是它这个就是取的时间 就得按到它店的要求 它没有送货 你必须要去店里去取 像我们今天订的这个 它就是要求4点到5点之间去取 那有的面包店 它可能是早上卖剩下的 然后它中午之前就会处理掉 比如说10点 11点 这会儿它就要去取 这个网站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帮助穷人 而是为了提倡环保 因为在法国每天实在是浪费太多的食材了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食材 都是每天要扔掉的 怎么了 泡泡 泡泡因为太炎热所以打喷嚏吧 哎呀 谁在说我们泡泡坏话 我们到超市了 看看袋子现在是全空的 看看一会儿能有多少东西 可能只给你一根法邦 那可就坑了 哥哥进去了 哥哥呢 哇 捡到宝的哥哥 哇 这么一大袋啊 看看 来 看看 过 过 我们等的 已经那个灯块都趴地上了 刚才 是吧 你看看都会啥 嗯 过 看 有一小盒鸡蛋 一份牛奶 这么多水果啊 好 快点 这么多东西啊 哎呀 还可以 哎呀 我们满载而归 哇 我都有点拿不动了 我以为它会把这种不要的东西 是已经下架了的 它会准备在边上那种 但实际上并不是 我用我去的时候 我亲眼看着它 它自己拿了一个塑料袋 去货架上去选的这些物品 就每个货架上给我选了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不买 不是花三块钱搞的这个 但是如果别人买 那从货架上拿 那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 当然可能今天过去以后 它也会从这个货架上就给它扔掉了 但是这个毕竟还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举动 回去我们打算开这个惊喜包裹 刚才还是看了一眼 因为确实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儿嘛 第一次买垃圾 这根黄瓜值得吐槽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扔掉 好好这个 这个实在是个尿 都这样而已 咱看看其他的 这个 这些都是 这个或者是苹果什么的都 都还好 因为苹果 这些都还挺好 这个保质期 我们看看这个多久 这到6月22号 今天是6月8号 所以它这个到6月22号 这个还可以 这个 这个到7月24号 这个也没问题 那等一下也不会碎了 万一给了你一盒碎了 那不能吧 都是完好的 平项不错 这是写的 就是散养机 这个 这盒 这是到今天的 这是到今天的6月8号的 冻 这是到今天的 然后 看看这个 这种 这种它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那应该还好吧 这个是6月9号的 明天的 这个 这是到6月10号 然后 就是一些水果 栗子 黄柠檬 青柠檬 多多柠檬 我可以用它做水 对 柠檬这刀没问题 这个杏其实挺好的 但我们回来的时候给挤了 有可能是给它黄瓜 还有一包玉米酥 好了 今天我们的三块钱捡垃圾活动结束 三块钱三块钱 大家觉得值不值 请你选一把刀 打打打 OK 这样 那么皮也那么横 对对对 这样好pose 坏了吧 坏了吧 哪坏了 阴了吧 这个 怎么那么不坏了 应该是不正常的 拿那个把子去了 等一下让我闻一下 好香 对 它肯定是熟透了 熟透了 你不要添一会儿吧 你先吃一会儿吧 你先把它在嘴里了 好甜啊 各人尝一下 老婆 嗯 给你一块块 好多钱 你爱吃 你喜欢吃甜食吗 不是 你现在爱吃甜食的小伙子 你不是吗 我爱吃 不是 这么热走过来 你不是吗 等会儿说 No 我只是正价食品 等会儿有一脸的嫌弃啊 一脸的倔强 你看看吧 你才选择你 多镜片 好了 这次我们的三块钱 剪垃圾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